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網友 你們好 廣州神任詠春 徐廣林 沒見過很久了 大概都應該有五年了 在這五年裏面 之前 我們講過一些關於詠春功夫的事情 在這五年裏面 我沒有再錄影出街 但是在街上有很多朋友 見到我都問我 徐師傅 為什麼你不再講詠春啊 甚至會有很多朋友 在網上找到我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 因為當時那些師兄弟就叫我不要講那麼多話 但是近這幾年來 我又覺得 我自己的理解詠春 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所以我再找一班朋友幫我錄這個陸景帶 我大概是錄10集 如果大家有什麼對詠春啊 詠春拳啊 不明白的 可以問我 看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你 那在開始的時候 這一輯 我是賣大包 賣大包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關於詠春的馬 是怎麼樣為止 叫準則 對和不對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或者大家看完之後 給一些意見講 多謝 詠春呢 第一就是開話 我們先講詠春開話 坐下 腳 走 一個這麼大 好了 有些開話 就是這樣吧 這麼大 那曾經也有網友問過 師傅 究竟這兩個話 誰是總質一點 或者誰是對一點 誰是不對一點呢 那我想在這裡解釋一下 現在你試一下 上一個馬頭 好 各位觀眾 你看不看得到 當這個師傅仔想上馬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馬馬那麼大 他一上馬的時候 因為他的重心不在這裡 他就會側一側 這樣側一側 因為如果嚴格 我認不出就是賣小的手 因為你為什麼真的不知道他想去那些馬 所以那個馬是應該這麼小的 好了 在這麼小的時候 他就想去那馬馬 我就想去那馬 不用去那一點 因此 我的認為 那個馬就是開夠辣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很多人都摘過馬 下了馬之後 身子就摘下了馬 那師傅就說 哀嚇人家就打不了你的打 因為差三處 其實當你哀嚇了之後 你也打不了你的打 道理是這個 還有 如果你哀嚇了 你很容易失勢和跌 好了 有時候朋友問我 徐少爺說 我自經驗的時候 我練練一下 我不知道我怎麽會騙人家 因為他打一個拳 其實很容易 你練練的時候 尤其是練不少練習 他不動的 你看到感覺的腳踏是重過前面的人 那就是 你是哀嚇了 明不明白 這個就是廣告和馬開大左 都是有問題的人 其中一個 那麼 還有 你一直說一下 玩一下 突然之間 覺得你的腳趾尖的前面重了 後面的腳踏是輕了的 那就是說 你是中了身體和功夫 那就很容易失勢了 那麼我們要怎樣呢 就是 要坐得很正直 提一點點波 低音樂 包住 現在我講的劇集在這裡 就算我在這裡玩功夫 我怎樣做 我的身體都是很正直的 明白嗎 那隻腳底是黏著地上的 那我就會直學 最低限度 這些這樣的常識 你自己在練功夫的過程 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有個問題很有趣的 通常都有朋友會這樣問我 垂師傅 落腳馬 究竟大腿有感覺對嗎 還是腳踏有感覺對嗎 那我曾經問我有些師傅 我說我下面什麼都沒有感覺 那我就說你玩不了而已 其實你們大家可以試一下 當你一落個馬 感覺到是上身雙血 是有感覺 就是十人 就是你落了那個馬 那如果你的腳踏是有感覺的 而這兩個地方是沒有意念在這裡的 就是它靠了一點點的話 那你就落到那個跨 那這個是我講多年 研究和教學生 得回來的經驗 那 今晚我是大包 再講一下那個護手 很多是那個護手 一擺 擺出來 好 我們先講這隻手 講這隻手 如果這隻手這樣擺 是擺小手來的 為什麼呢 看著老婆 阿柏 他就會一直入 好 但是如果這隻手擺出一點的 他又擺不入的 因此這隻護手是要擺這個位 不是擺這個位 但是我看見到朋友 一擺這個裝手 即是已成敗世 近這幾年來 有個很有趣的笑話 我聽起來就很傷心 什麼笑話呢 有人曾經這樣問 什麼師傅你玩榮春的 我說是呀 喂喂 我想和你摸一下手 我說不如大家老友 不要什麼鬼的手 我先讓你打三場 有不著數的東西嗎 他就說不是呀 榮春的拳頭沒有力的 我又不相信 如果榮春的拳頭沒有力 怎樣可以打人呢 當然 你要練榮春的拳頭有力 是要有風發的 就不是 這樣就叫做 扯好的拳 那究竟 應該怎樣扯才有力呢 我們第二次就說 榮春的日子中場 我剛才所說的 任何的動作 或者方法 都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並沒有覺得 但是其他人是不對的 只不過我覺得 我自己是應該這樣練 才練得很榮春 包含包含